这是男嘉宾的朋友是吧 孟爷爷我有一个请求 您说 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她真是甜美可爱又很温柔 也真的是正式节非常喜欢的类型 我想请求想能不能给一号女嘉宾一次机会 让她出去和她见一面 等一等 这个事吧 跟我们节目规则有点抵触 来 问一下节目组 征求一下男嘉宾的意见 但是我们场上只能三个人 你看 来 你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环节 是让你在现在台上的三个女生当中 放弃一个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 你建议三个女生当中的谁 可以下去替换一号上来 然后我们再问她同意不同意 太残忍了 天 这不能行 这一集也太刺激了吧 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 可能三号的职业上和她不是特别的匹配 我们俩事业是一样的 用一号换三号 你同意吗 我觉得应该 不需要换因为我觉得在场所有女生其实都很好 我没有资格去在里面挑选谁或怎么样 加分 加分 三号 三个女生当中 你建议她放弃哪一位 我觉得三号 来 你同意吗 我好紧张 三号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在一起之后 咱们第一个情人节你们想怎么过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过情人节 然后我其实也单身了六年 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之前没有情人节的经历 反而我觉得第一次情人节我会非常非常重视 我愿意为你写诗画画 甚至织围巾绣十字绣 然后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坐下来吃顿饭 然后互相倾诉彼此这一天比较心累的事情 我愿意送你的垃圾桶 我希望能够给到你的情人节的好多好多 那我可以从这一刻开始想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太老实了 怎么过 跟你过啊 六号 我觉得就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 只要是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可以做一些很小的事 比方说牵着手一起逛校园啊 或者是喝一杯奶茶 哪怕是两个人吃一个甜筒 但只要是两个人心意相通的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浪漫 如果说有幸的话一起携手 也可以一起去制造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回忆 因为未来还很长吧 未来的路慢慢走 长长的话我们慢慢说 我给一个建议 七夕吧 不管怎么过 总要吃东西 吃东西吧 就加一个港容蒸蛋糕好不好 好吃不上火 我感觉还挺浪漫 先喝好酱油 真爱林添加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5号还是6号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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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会选6号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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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6号 6号 5号 6号 6号 5号 7号 10号 7号 8号